其他的話如果你要做這個計算 一般呢其實利用那個Dedif來做 可能會更方便 因為有些地方 如果你要計算的是有關 相差幾年 相差幾個月 其實最麻煩應該相差幾個月 因為月份的話有28 29 30 31 那年的話其實也蠻麻煩的 因為年一般我們是365 可是如果論年的話 有多一天366天 那哪一年是論年你可以不知道 差一天的話 當然計算結果 還是會有差異 所以如果說 你想要 比較可以簡單的計算 這個相差幾年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 這個地方的話你們可以切到那個Dedif這個 這個練習 比如這兩個日期 相差幾年的話 當然呢 你可以用那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用YR減YR其實也可以啦 可是這個YR減YR的話 假設我們用那個剛剛講的YR YR的話呢 比如說後面這個 這個日期 的YR 就會得到2006 如果把它 減掉 哪一個日期呢 這個日期 所以習慣是把前面的這個 公式再複製一個 貼到後面去 然後把這個 改成這個 後面的話 我關我剛剛沒 把它怎麼樣 減掉就可以了 26年 不過呢 這一個相減的話 它不會管你的年的部分 也就是說呢 如果像這個地方 應該是還沒滿吧 8月15 假設啦 如果是10月 10月12 是OK滿的 可是如果你把它改成8的話 理論上應該 是年數的話 如果你是 沒有滿一年 沒有滿的話 應該是25年才對啦 不過它還是沒有變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假如說用Dedif 特別之外 Dedif這個函數來計算的話 那它就會去 除了計算年之外 還會看你的 月跟日 有沒有滿 如果有滿的話 它才幫你加 所以特別之外 如果今天 假如這邊把它改 預示好像是 這邊是 後面是10月 如果我今天用Dedif 不過Dedif這個函數 還滿特別的 因為你會發現你插入函數裡面 在日期時間裡面找不到Dedif OK 那你當然 你可以 不用插入函數的話 你可以用打的 OK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 清單裡面明明有 這個函數可以用 但是 為什麼在這裡沒有 這個是牽涉到一個專利的問題 因為Dedif最早 是那個在Lotus123裡面有的函數 那Israel是向下相容 可是向下相容 相容模式的話 它沒有辦法把它放到清單裡面 會有專利的問題 OK 可是喔 它不能用插入函數 可是你可以用相容模式 用打的 可是打的話變一樣 你要自己 字不能打錯 Date 加Dif 錢瓜糊 所以這個Dedif比較麻煩 非常的好用 但是 需要自己打 OK 那你可以 給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前面日期 逗點 給後面日期 逗點 給你要比較的是年 還是月 還是日 那我要比的是年 那我們就把它改 Y OK 把它打個勾就可以了 相差26 但如果你現在把這個 改成8月好了 8月12 它還沒滿 Enter 你會發現它就是 25 也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用Dedif的話 它還會去考慮看一下你的 你的月根字有沒有滿 OK 那其他 向下填滿 把它改一下 這個如果把它改成m的話 那就是兩個日期 相差幾個月 其實相差幾個月 以前來做 如果你用其他函數的話 很麻煩 因為你 不像一耳 你可以一耳減一耳 那如果說你現在要算相差幾個月的話怎麼算 把它減完之後幾天除以7嗎 除以3 對啊 所以非常難算 相差幾個月 這個地方好像似乎用Dedif不是最佳的解法 其他的話就沒那麼方便 那如果你是相差幾天的話 當然你這邊可以用YMD嘛 OK 9554 不過我跟各位講過了 其實呢 這個地方 你不用那個Dedif來做 你用什麼來做 像剛剛我們的倒數器什麼 等於什麼 這一天有沒有 減掉 這一天 打個勾 有沒有 更簡單 答案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所以Dedif 如果使用這個 算日期的話 還沒有優勢 也就是算幾天啦 你幹嘛用Dedif 兩個箱減就有了嘛 OK喔 所以特別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話還有什麼呢 如果說因為你算完年 比如你用Y 算完之後的話 他還會早 早幾個月 剩下幾個月 剩下幾天 那如果剩下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用YM 比如這邊的話 YM 打個勾 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把他改成8月的話 有沒有 8月15 到2006年的8月12 有沒有 那這邊 他秀出來是25年 可是25年 他還有 有沒有 還有幾個月 11個月 有沒有 25年11個月 OK 所以喔 如果你要算 像底下有一題 是算精確 的那個什麼 生日的話 比如這個人生日到今天為止 幾歲 幾個月幾天的話 那你可以用YM 有沒有 早 就是有點像喔 你算完年之後 還有 還有幾個月 那另外的話 還有個MD MD是什麼呢 也就是說 如果算完年 然後呢 也算完月 還剩下早 早的 有沒有 早的剩下幾天的話 那你可以用MD 如果8月12的話 把它改8月 那就是 這個 11個月 又有28天 所以如果你要算精確日期的話 其實主要就配合 三個 參數 就可以了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Y YM MD 就可以算出 精確的 這個年齡的 所以喔 如果底下請各位 試著算算看 這個人的 生日 如果假設喔 我今天要算出 這個 格式喔 他今年 火鍋到今年幾歲 幾個月有幾天的話 那其實這個 等於什麼 剛剛講過 等於 這個可能要自己打 Date DIF 錢瓜糊 然後呢 前面的日期 就是他生日 豆點 跟哪一天比呢 跟今天 今天的話用 Today 可能這個地方自己打 Today 小瓜糊 豆點比什麼呢 比幾年嘛 OK一個Y 然後後雙以後後瓜糊 Enter 好 這個人 活到今天 48歲 因為 8月份還沒滿 所以他是 這個48歲 可是如果說 到8月5號之後 他就變49歲了 那如果我要精確的 他活到今天為止 他幾歲 幾個月有幾天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格式 放到這個後面來 一般我習慣這樣 把這個Ctrl C 有沒有 這個不要選到 然後把他什麼 後面 End 先把那個 資料先貼到雙以後裡面 48歲 其實就是剛剛這一串 那 可是裡面會有兩個N怎麼辦 沒關係我可以把這個公式 改了之後貼到這個N裡面 這個公式 再貼到這個這兩個N裡面去 其實呢就可以算出 精確的年齡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個試著 了解一下有關 這個DATIVE函數 然後並且 試著 去算一下這個人的 這個比較精確的生日 就是活到今天為止 到底是幾歲 幾個月 又幾千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 其實可以藉由那個DATIVE 三個參數 Y是 精確的年齡 因為他會去 算到那個月 更日 另外的話呢 後面幾個月你可以用 用YM YM是 扣掉 年之後 的 剩下來的月份 那MD的話呢 是扣掉 年 月 之後 剩下來的 簽數 所以這樣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 這個三個參數 可以算出這個人的精確年齡 試試看 好嗎 就算了 請就算了